這些鳳鮮花有座行於鋼器 例如鋼胃器 以前的人還當作指甲油泥茶 蒲公英有座清熱解毒 這種是散寒止痛的艾草 而這種望上去跟艾草差不多 大徑上面會開花的是益母草 有座利尿消腫活血條徑 這個中藥園種植了250種中草藥 定期開辦培訓班 教導學員種植和分辨中草藥 和認識他們的療效等技巧 但這麼多中草藥怎樣分呢? 其實有很多中藥很像樣的 但一些仔細的位置 例如形態上怎樣分 氣味 有時可能要用火燒、浸水等方法 平時街外的人未必會清楚鑑定的方法 對中草藥有濃厚興趣的張先生 在這裡完成中草藥的培訓 認為除了就業之外 對生活也有很大的幫助 得著就是在飲食中知道 鑑藥船那些東西 以前多數是去鑑藥船 叫人去執製製成鑑藥 聽見鑑藥船 說怎樣煲怎樣煲 現在就自己知道 這裏的負責人說 培訓班的對象主要是 對中草藥有興趣的 失業或者待業人士 整個中藥行業的健康發展 其實都對人才方面有一定的需求 所以我們也都希望這個計劃裏 可以幫到一些失業的人士 讓他們可以入到這一行 中藥園的有毒本草區 中藥區種了一些有毒性的中藥 例如這個胰牙痛和風濕的兩面針 如果食得太多 會出現頭暈或者蛤吐的中毒情況 市民使用的時候 應該問清楚中醫師的意見 亞洲電視記者 吳毋連報導